我们都知道人是免不了生死 但死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听说有人在死后三天五天又活过来 所以今天第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师的是 以您在宗教界见多识广 可以为我们讲一些 濒临生死边缘的经验或者例子吗 在我近八十年的人生岁月里 看到病人死了 过了几天也活起来 这样子我看过几次 甚至有一位帮我 这个顾门的主犯的一位 他忽然死了 当年死了吗 尼尼夫祝福他上神佛过 但是他这个圣人的这个热度都没有退出 这个人的热度水里没有气 竟然是神是死 大概过了三天 忽然又住起来 他看到我们在那里宁静 说你们在干什么啊 帮我们吓一跳 你刚才好像问我 有什么在死亡的病原的经验 有 在我这一生当中 所以说在死亡的病原的时刻 甚至好像从死门关又再回来 这一生当中 好像十次左右都有啊 我曾说过 在我宁静的时候 从佛学院港出来 就只好遇到不行 因为住的地方啊 只不贴公民党的政权 晚上共产党的政权 共产党有时候把我抓起来 他说我是共产党的肥地要抢背我 有的时候共产党也把我抓起来 说我是共产党的国特也要抢背 其实我统统都不是 我只是一个宁静的脱甲和尚啊 记得有一次 好像把我无法搭帮 这个从这个房子带出去 我想这是强不移来 因为勤命中好多人常常这样比强不移啊 我想这个 眼看他人是 无形即如火 不是伤他人啊 看看人都无了 人都无了 我记得那天下午啊 天气很好 阳光普照啊 但是在我这个路上走的时候 我觉得是命令死亡啊 太阳没有颜色 很昏暗的 我并没有很害怕 我只是想 我几年才二十一岁 就这么死了 父母也不知道 师父也不知道 哎呦 人神 但有水泡的上面 一个水泡啊 破灭了 什么就没有了 当然 后来不是墙碑 是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问 假如是墙碑的话 当然没有经历我在这里和你们讲话了 青少年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 有一段时期啊 我们住的寺庙啊 距离街上 大概有十几华里啊 要去才能买东西 就由我负责 路很远嘛 就去叫他去 又很好玩 又快 啊 正欢喜去 叫他去 又是一个小路啊 那个地面有两个小小小 我想糟糕 怎么样子 这个 这个 触过去呢 这个行李一动啊 就从那个高的上面 下面是一个水口 应该 现在讲讲大概三层楼 这么高的样子 人火起着 噗 掉到这个水口里 都是石头 没有水 在这个空中的时候 我就想 哎呀 这下完了 这个是一定会是呢 特性到低的 达到石头 好像世界分吹 精心 这个好像 从窗 我失去了执教 应该就说 应该好几分钟啊 就等于是 或者死过去一样啊 应该是几分钟后 我就住起来 看看 嗯 这个影剪 人死了以后啊 不是剪一样吗 你看 还有黄图啊 还有清朝啊 你看 还有树啊 哦 死和不死都是一样吗 这样想想想想 哎 我究竟死没有死啊 摸摸头 这是我嘛 看看 这是我嘛 我没有死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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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